明星巨光丹 与安吉丽娜朱莉分手后的布拉德·皮特 简直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最近她卖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 并准备离开好莱坞移居法国 今年刚满60岁的好莱坞巨星布拉德·皮特 已经悄悄卖掉了她的电影制作公司Plan B 该公司其实在好莱坞大有名气 是布拉德·皮特和前妻詹妮弗·安妮斯顿 创办的一家电影制作公司 曾制作过不少热门影片 有些口碑还不错 比如维奴十二年《月光男孩》 《金发梦露》等电影 现在皮特已经将她卖给了一家法国传媒公司 据说她在完成这笔交易之前 并没有与安妮斯顿通气 所以让后者非常不满 甚至要告上法庭 其实早前她的前妻安吉丽娜·朱莉 也背着她卖掉了他们在法国的酒庄 结果双方也闹得要对簿公堂 不过这次皮特自己也不太厚荡 据说皮特在卖掉电影制作公司后 将离开好莱坞的电影生意 不过她还会接拍其他大厂的片约 但不会亲自参与好莱坞的商业运作了 去年她主演的《子弹列车》叫好不叫做 巴比伦票房和口碑都哭尖 所以这也许是她萌生退役的原因之一 总之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老帅哥布拉德·皮特计划 开启她的半退休生活 她将搬到她心心念念的法国 专心从事她的葡萄园酒庄 艺术品和家具生意 真正成为一位享受生活的生意人